EPtoday也发布了最新民调 他们是更最新 他们是在18号到20号 区间做的 萨喀都的情况 我们来看到 35.4是赖清德第一名 紧接第二名是侯友宜 25.6 那么接着呢 是24.2 柯文哲 侯友宜和柯文哲 那这个老二老三 咬得非常的近 只差那么一点点 我先请巧心回答 也就是说侯柯 这个卷麻花 麻花卷 你到底要卷到何时啊 其实我觉得呢 这个民调非常的可爱 先跟大家讲哦 这个是ETtoday 新闻云的民调 那他在前天的时候呢 曾经发布了 这个四咖都的民调 在四咖都的时候呢 侯友宜已经到第二名 然后第三名是柯文哲 第四名是郭台铭 那我们就在想 还跟波及里讨论 应该也会做 三咖都的民调吧 那是多少呢 是侯友宜落后吗 还是在前面呢 因为我要说 其实ETtoday的 这个新闻云的民调 虽然很多人说 这个他是有问卷调查或什么的 但是就我过去来说的话 我个人觉得是很准的 因为他也做过很多次 跟我本人相关的民调 不管是我的议员选举的两次 其实他们都有做民调 坦白说准确率都很高 比大家想象的高很多 所以当很多人在质疑 ETtoday的民调的时候 其实我对他有一定的信任程度 因为我亲身经历嘛 好所以其他人信不信 这个交给你们决定 但是过去2018年 2022年做过两次 我选区议员的民调 其实都很准 好那 就中间就空了一天 就没有发布SAKADU 大家最想看的是SAKADU啦 不是SAKADU啦 想看说三个人排怎么排啦 所以就想说 我心里还想说 侯友宜输掉了 是没公布还怎么样 就是心里很多小剧场嘛 结果昨天这个游英文老师 他们公布了一个民调说 侯友宜好低喔 只有13点多 但我就觉得不至于吧 因为我的感受是 包含在地方跑 接触到的民意 不敢说侯友宜现在民调多高 但是呢 整个国民党里面有比较团结 然后有比较定于一尊 然后民调应该会有起色 这是我们说体感感觉到的 那体感感觉到有起色 但是在民调整体数据上面 增加多少我们不知道 可是看到这个游英文老师的民调 还反而下跌这么多 我个人就觉得 跟我感受到的有差距 可是游英文老师说 民调是科学 民调当然是科学 但是呢 这个跟我感受到的 第一个有差距 第二个实际上面 跟其他的民调比起来呢 那每一个民调 你可以相信A 相信B 相信C 不止游老师的民调是科学 那ET Today的或美丽岛电子报 他们的民调也是科学嘛 所以在这连续的三份民调当中 我们看到ET Today的民调 侯友宜已经到了第二名 是25.6 那我说过嘛 游老师的民调 其实大家可以过去参考看看 他本身他的民调的调性 就会这个破 就是他的池子里面 就比较偏绿一些 所以绿的表态比较多 蓝的表态比较低 再加上其实他那一份民调里面 有问了很多其他的问题 那那其他的问题里面 都比较容易让蓝营的选民 不愿意表态跟回答 好比方说有一些跟战争有关的问题 然后什么军事啊相关的 那可能都会影响到后续的这个调查情况 比方说他可能没有回答完 他就挂掉 那这一通样本数就不算了 所以民调是科学 但是民调有很多的方式 他会影 他问题他会影响到你最终的结果 那以这个民调来说 ET Today的侯友宜在第二名 那跟美丽老电子报的 就相似度比较高了 25.6跟24.2 而且我必须说 ET Today的民调做到过去啦 这一次我不确定 做到民众党的支持者的比率还蛮高 所以过去我们在ET Today的民调里面 都会看到就是说跟柯文哲有关的 或是跟黄珊珊有关的 或是跟民众党的议员有关的 他们的这个民调表现都还不错 所以如果说在这个民调里面 侯友宜拿到第二名 25.6的话 那实际上别加 比如说国民党假设 我们有做内参的民调 那可能也是类似这样子 或是再更高一些 所以我觉得呢 其实民调高低起伏都有 那重要的是你的竞选节奏要拿出来 比方说像现在我们在监督 能源议题的时候 这也是 其实这个一开始是侯友宜嘛 侯友宜发布了他的这个能源的 一个议题之后 那里面有关于重启核四的 就引发 赖品运跑出来说 重启个屁啊 后面就整个野火燎原嘛 那野火燎原的过程当中 所有人都要努力把中间各种的问题 是接力赛 一棒接一棒 我一个人我可能弄一个礼拜 可是我不可能弄一个月 如果我今天做了三天 后面有人接三天 让我再花三天早知道再接三天 这样子的大队接力赛才会让整个弊案能够被揭发揭露 有更多事实真相呈现出来 一层又一层的叠加上去 才会让整个国民党的气势起来 大家才会有信心 所以我还是鼓励喔 侯友宜他民调现在第二名 那总可以打第一名了吧 之前人家说这个民调第三要打第二 我是不认同 我觉得不管民调第二或第三 我们就是要做第一名 所以我们就是要打第一名 就是要打赖清德 那但是现在侯友宜民调是第二了 他总该全力监督赖清德 以及民进党的执政了吧 我相信只要往这样子的一个路走下去的话 民调只会变高不会变低 波基就是你要 我稍微来解释一下 就是因为台湾民意基金会 他那个民调变成 侯友宜是史上最低 13% 是他这个民意基金会做民调以来最低的一次 确实会让人觉得有点压抑 而且即便我们讲误差值 如果今天按照这个民意基金会公布 他是在2.98 正负2.98 等于说侯友宜最高最高 如果以13.6最高也只有到1617而已 那这个跟目前市面上的民调 其他民调的趋势是不一致的 那我去看了 因为今天终于这个游云龙老师 把完整的题目 跟那个整个他问卷的这个相关的设计 把它公布 那我就发现有一个很大的状况 就是前三题的题目 有可能导致蓝营的支持者的表态降低 比如说他听到前三题 他可能就挂电话 他可能就离开了 他就拒打了 为什么呢 第一题问 你对赖清德副总统出访巴拉圭的态度 第一题就问这个 然后第二题问 台湾人对拜登总统军援的态度 第三题问 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 说台湾要什么 他坚决要去跟这个中国大陆对抗什么的 去回答这个 你看一个是赖清德访美 一个是这个拜登军援 一个是日本前首相对台湾的 这个台海发生战争的这个强硬的态度 都是国际外交 而且是有对于所谓的台湾主体意识比较强的一题目 就是如果今天我是一个民进党支持者 我听到这三题 我觉得这个民调公司可能对我们是友善的 因为先问了这几题 我都支持 我都支持 我很乐见赖清德去出访 我很支持拜登军援台湾 我很支持麻生太郎说的话 前面三题他很开心的回答完之后 后面顺着顺着 第四题就是总统 第四题开始就是总统候选人的特质 比如说谁了解民间疾苦啦 什么谁能够确保台湾利益啦 什么什么的 好 再来就是支持度 所以按照这个题目顺序 有可能会导致前三题 让有部分的 我不敢打包要说一定有 但是有可能有部分的蓝营的支持者 前三题就决定离开这个文卷 是有可能的 因为这一次的台湾民意基金会 确实他的蓝营支持者的表态率是偏低 尤其在政党支持度的部分 一次掉6% 对啊 一次掉6%是非常高的 5.9%啦 精确的是5.9% 但是从23%掉到17.1% 就国民党的政党制度一次掉了5.9% 其实是一个很大区间 这个等于是用雪崩来形容 可是 民进党是往上升的 民进党是上升了4.8% 4.8%没错 那民众党是增加了 增加0.5% 所以就是说这份民调 我能够研判就是 因为前面的题目的设计 导致绿营的表态率增加 蓝营的表态率减少 所以最后结果 就会变成说 虽然科学上的偏差值是3% 但实质上的偏差值可能更高 这是题目设计的问题 因为你前三题都是这种比较是 看起来对赖清德比较有利的题目 当你前面就有 我们常讲说诱导式的民调 比如说你第一题假设 我们第一题假设问说 这个馆长说 台湾的司法不公不义 你有什么 你怎么看 第二题问说 柯文哲 台湾民众党的主席 柯文哲说台湾不能变成民进党贪污的 你怎么看 第三题说侯友宜说 他当选总统要恢复特征组 你怎么看 接下来你看后面 那个民进党支持度就往下掉 因为你前面这三题 几乎就把绿营的人可能听到 你这个对我们不友善 都问馆长问柯文哲问侯友宜 那我就我就离开了 所以这种会影响到民调 因为民调不是只有一个题目 如果今天民调里面 就直接一开说民意就问 你这次2024大选你支持谁 直接质问这一题的话 就不会有这个偏差 可是因为你前面有好几个题目 这样顺下来问 那就有可能有人在中途离开 那但因为这份民调里面 他没有告诉我们 拒访律是多少 这个部分没有说 所以这个我们无从得知 所以我只是 我纯粹是看完这个题目 看完他整个完整的资料之后 研判有这样的现象 因为这个跟前一次的 游盈龙老师的 这个做的结果是有点差异 那等下我来查一下说 游盈龙老师上一次的前三题问什么 那这样可能就会有一个落差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 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讨厌吧